我們今天從6點3開始講 我們這個講的是用這個 Transfer Function 什麼是Transfer Function呢 我們舉個例子說 假如我有這個東西 這個是我的Input Input Input 跟Output的關係 我們想要了解這個 Input跟Output的關係 但是我們都用Fasal來表示 我們Fasal 所以In 那這個是Out 同學知道 這個是R 這是C 如果用impedance來看的話 這個C是jωc分之1 所以 同學說 我這個H 這個叫Transfer Function 它是等於 V V Out Over Vin Vout 除以Vin 剛好是這兩個impedance 做Voltage Division 什麼是Voltage Division呢 這兩個加起來 再分母 就是R 加上 Jωc Jωc分之1 那分子是這個 這是Jωc分之1 這叫Transfer Function Transfer Function 後面呢 我們可以去 化成這個 這個 我都不同步了嘛 Jωrc加d 上下個成Jωrc Omega是寫成2πf,所以是frequency,它是function of frequency transfer function呢,transfer function是function of frequency 你如果把它改寫成1加上j2πf 你又可以改寫說,就等於 如果令fb等於2πf1的話 你改寫成這樣,那這個東西是我們的transfer function,所以它是function of f function of frequency 那這個呢,又分成2部分 一個是它的magnitude,一個是它的angle 前面已經講過了,這兩個可以分別畫它的k 它的kern是這個樣子,它的transfer function 在fd的時候 2倍fd,3倍fd 這是frequency,這是h magnitude 這樣子 當frequency等於0的時候呢 你可以帶回這邊看看,frequency等於這項等於0 這項等於0,所以這等於1 那frequency等於fb的時候呢 這個多少呢,這個1,這個1嘛,對不對 這兩個相等,所以這等於1 所以1加j1呢,是多少 跟它2,對不對 magnin是跟它2 這個的magnin是跟它2 0.707 所以在這裡呢 是0.707 那frequency越大,這個越小 這邊 輕輕一點 這個是angle angle,對不對 h 這是frequency fb 你看看呢 當f等於0的時候呢 f等於0的時候呢 f等於0的時候呢 這項沒有 所以angle是0度 0度 ok angle是0度 那如果 這個等於1 fd的時候 這個1嘛 1的時候 這45度 導數呢 是負了45度 所以這是0度 這個時候呢 是負了45度 requency很大 所以像dominant 對不對 dominant這個是 dominant是90度 導數是負90度 所以到這裡 到這邊負90度 負90度 所以這個 angle的 曲線會是這個樣子 這兩個東西 magnin跟角度呢 叫做transfer function 就是我們這個東西的 這個電路 的transfer function 它的transfer function transfer function呢 從frequency來看的話 frequency越低的時候 它的magnin越大 那frequency越高的時候 magnin越小 就衰減得越厲害 所以以這個來看 這是一個low pass build low pass 它是一個low pass build 這是一個low pass build 這是一個low pass 這是低頻的訊號呢 可以通過高頻的訊號 我們不讓它通過 這叫low pass build 這叫low pass build 這是review的 我們的video 有東西 我們還講的high pass build bend pass build bend reject build 原理都一樣 我們在實際應用的時候呢 舉個例子 這樣畫其實會有困難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東西 叫做bode bode這個人發明的 比較好畫 而且比較好看 這是什麼東西呢 裡面都聽過一個東西叫分貝 分貝 這句話 分貝是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老師說 分貝是什麼 db 什麼是分貝 噪音超過多少分貝呢 你就要受罰 對不對 人人聽到這個 多少分貝你會受不了 什麼叫分貝 80分貝可能是很嚴重的問題 100分貝呢 大概 你可能會抓狂 我這邊100分貝 就這個聲音呢 有跟沒有呢 相差多少 會讓你受不了 那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東西 譬如說我們的音響 我們的音響呢 我 我基本上 我們人能夠聽的 也許是20Hz到 20K 但沒那麼好 我們能夠聽的frequency 如果我們的音響呢 它要用到電源 所以電源呢 有一個60Hz的訊號 電源 所以電源呢 所以那個電源的60Hz 如果couple到 你的音響裡面呢 那 你會聽到一個60Hz的聲音 因為我們可以聽到20Hz 20Hz以上 60Hz你是聽得到的 所以我希望我做一個filter 譬如說 我的音響 電源呢 反正我的音響呢 不管怎麼處理 經過這個地方 我希望能夠把它fuelter掉 一個60Hz我就不要 那不要的話 所以我需要一個ban reject 對不對 banreject的fuelter 這banrejectfuelter就是說 我60的 我把它拿掉 其他的我就讓它通過 這叫 banreject 所以我需要一個fuelter 那這個fuelter 應該長得像 像 這樣 對不對 我們都是idea的 banrejectfuelter 好 banrejectfuelter 所以這個fuelter 如果畫成 大概只想 就是你的60Hz的地方 這是60的地方 我希望我的magnetion 可能是三星來打 課本呢 會這樣畫給你看 這是我們的h 在這裡呢 衰減 其他的不衰減 其他的不衰減 但是我剛剛講過呢 這個耳朵要聽不聽得到呢 其實是要相差 相差萬倍 我們耳朵非常sensitive 非常sensitive 可以相差萬倍 這個magnetion 最小到最大 要是10的4次方5次方那麼大 所以這個magnetion 最小的地方呢 如果這裡是1的話 這裡可能是something like 10的4次方5次方 那這個scale呢 太大了 我們如果要畫的話 這個詞沒辦法畫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東西呢 畫成 畫成什麼東西啊 畫成 畫成類似這個 1 10 100 1000這樣 就是說這個叫lock scale 對不對 這個是lock scale 我希望把這個畫成lock scale 所以才會生成db 所以db有一個定義 db有一個定義 我們把h f 他的這個 bb 這樣寫 用db 表示的時候呢 是怎麼寫呢 我們把他的magnetion 就是h 這個magnetion 取lock 取lock 然後呢 再 乘以 10 再乘以2 乘以2 乘以10 取lock 取lock 乘以10 乘以2 這個定義就是db 那你說為什麼要這樣定義 為什麼要這樣定義 這個就是db ok decibel 分配 就是我們把他取lock 乘以10 乘以2 其實就是乘以20 教科士會分析就是乘以20 那你會不知道為什麼是取20 所以我們知道呢 取lock 乘以10 基本上就是 我們要畫這個 對數表示 對不對 那乘以2的意思呢 就是說 其實呢 我是把我的東西呢 你可以想像這個2 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把我的h 平方 平方取lock 乘以10 那為什麼要平方 為什麼要平方 為什麼要平方 為什麼你要把它平方以後再取這樣子 這麼囉嗦 因為呢 v的平方呢 才是p 這是signal of strength 平方 p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談的是power 是power 所以這東西呢 是在談說 我放大多少 power 懂不懂 所以你課本如果看到定義呢 只看到這個 你只看到這個 20lock 這個東西 有沒有問題 20lock magnitude 那它真正來源是來自這裡 那如果這個東西這樣畫的話呢 改成lock的scale的話呢 你可以想像我們的音響呢 大概是這樣子 如果是hf等於1的話呢 如果等於1呢 那我們的這個 glog是0 所以是0pp 對不對 1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0pp 20db 有沒有問題 那課本有number 同學可以去看 10的時候是多少 log10是多少 等於1嘛 對不對 所以是20db 20db 那如果是差1萬倍 就10的4次方 就80db 80db 那如果 比較小呢 就是說 小1萬倍 小1萬倍 就是10的負4次方 對不對 小1萬倍就是10的負4次方 10的負4次方 當然導致就是負80db 所以db有負的 負80db 所以我剛剛舉這個例子 如果我們要相差 有跟沒有 就是能不能讓我 我這個60赫尺的這個reject 要相差到負80db 所以差不多 比如說如果這也是0db 20 40 60 80 那針對60這個frequency 怎樣 要讓它 讓它非常的 巨大的difference 60db 來 負80db 這個是負20 負45 負60 負60 有沒有問題 所以 各位本來 告訴我們 我們還沒有畫這個東西 用這個表示 好 所以 如果你的db的東西呢 是這樣做的話呢 就是說 我們現在又可以來看看Cascade的形形 Cascade Cascade的filter 什麼是Cascade呢 我說我有一個這個東西 後面又接了一個這個東西 假如這個是H1 F 那 這個是H2 F 就是我有兩個電路 Cascade Cascade 就是串接 我這個訊號呢 從這邊進來 出來以後就給它input 這樣 那當然這是兩個 對不對 這個是ground 沒關係 那你可以看呢 這個是V1 這個是V1 我不寫完整的 這個是 出來是V2 這個是V3 所以我們想要知道呢 V3 over V1 等於 就是整個 組合起來的效果如何 V2 那我可以寫這樣 V3 over V2 對不對 是不是 V3 over V2 對不對 然後呢 V2 over V1 沒有問題 那這個就是我整個 Total的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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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整個V3 V3 V1 整個Total的H 就是等於H2 H1 這個是H2 這是H1 是不是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OK 那 你如果要表示成這個 Db的話 當然這個是包括角度 角度是H H 包括角度 應該是 這樣 還有角度 對 角度是 Theta 這還有角度 這個角度呢 H 完整的是這樣 那後面呢 是H2 F 的Magnitude 還有角度 H2 F 然後H1 Frequency 對不對 完整的寫起來是這樣 H1 的角度 那這兩個呢 角度的部分呢 其實很容易寫出來 角度的部分 這個角度就是這兩個相加 所以 你的角度的部分呢 先寫下來 角度呢 H F的角度呢 其實是等於H2 H2 F 加上H1 我給你 插多少Face Angle 那這邊就插 所以這兩個相加 就是我們的角度 然後Magnitude呢 Magnitude這兩個相乘呢 同學會覺得說 哇這個好像 不好弄 但是如果 如果我們用 HF 用Db來表示呢 就很好辦 這兩個東西呢 Db來表示的話 就很好辦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學過 Log A乘D呢 其實是等於 Log A加上Logb 是不是 我們學過這個 Log A Log B加 是不是 所以如果是用這個呢 H1 H1 Db 加上 H2 H1 F Db Magnitude的部分呢 就是這兩個相加 所以這兩個 Magnitude的話 你用表示出來 Log 是相加 那 角度也是相加 這樣有問題 這叫Cascade Build 那我們畫這個圖的時候呢 除了剛剛把這邊 表示成 這個 對數之外呢 用Db之外呢 我們呢 Frequency部分呢 如果Range 很大 比如說這個只是 20到 20k 其實也相差 1000倍 20到20k 相差1000倍 對不對 這Range其實也很大 我們也希望把這個地方呢 變成Log 變成Log 所以你經常會看到呢 如果 我們也把 Frequency呢 也表示成Log 的話呢 如果我們畫這個圖的時候 這邊 這個Frequency呢 用Log Log 就說 我現在來變說 我剛剛有一個Cale叫FB FB 對不對 那隔一隔呢 我就把它叫做 應該就這樣 如果 如果 這個叫FB 這個叫 十倍 FB 這個叫百倍 FB 這1000倍 這個是1000倍 FB 這個就是LogRead的 對不對 那這個是多少 FB 那這個應該是 十倍吧 0.1 對不對 0.1 所以這個是0.1 那這個也是LogRead的 那如果這邊是DB 這邊是DB 我們剛剛講HF 回過頭來看 我們剛剛那個 LogPassBuild 這一個 這個 這個LogPassBuild 在這裡會長成什麼樣 那LogPassBuild 我改寫一下 它是這樣子 它的H F 等於E加JF 這是這個 對不對 是不是 我有興趣的有幾個點 第一個 當我的F 等於FB的時候 F等於10倍 FB的時候 F等於100倍 FB的時候 分別是怎麼樣 我這時候HF 等於多少 E加J分之1 對不對 是不是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時候的Magnitude HF Db 用Db來表示 是多少 用Db來表示 等於多少 這時候用Db來表示 會等於多少 它的Magnitude 1加J1 對不對 所以是更到2分之1 更到2分之1 是不是 是不是等於1 這樣 它的Magnitude 是不是這樣 那個Magnitude 那取Log 乘20 取Log 乘20 這等於多少 這取Log是多少 有沒有Calculator 你可以用Calculator算嘛 對不對 Log0.707 Log0.707 一定小於0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答案是-3 這個答案是-3 你可以算 計算一下 你就知道了 因為Log1 是不是等於0 那Log0.707 應該比Log1還小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是負的 這整起來是-3 OK 這時候呢 它是等於-3dB 它是-3 所以這是-3 OK 如果這個時候呢 這時候 H F Roughly 是等於1加多少 接10吧 因為10除以10倍吧 對不對 分之1 對不對 沒有問題 這F等於10倍FB的時候 這個就是接10 對不對 1加接10 1加接10 大家可以想 這個接10 10比1大很多 10比1接10大很多 所以這個東西 它的20 這個 可以 Roughly 大概是等於20Log 1分之1 1分之1的Log 是-1 所以這個大概是等於-20dB 如果是100的時候呢,這個h等於羅阿弗里,1加J100 那這個就是20log,1% 1%取log是-2 10的-2次方 所以這個是等於-40db 我有這三個點,-3db,-20db,-40db 所以畫這個圖的時候,我大概可以這樣畫 這個是0db,20db,40db 這是0,這是-20,-40 我這個圖大概畫起來,在10倍fb的時候大概在這裡 100倍的時候大概在這裡 fb的時候大概在-3,比0低一點 比0低一點 但是我們真正在畫這個curve的時候呢 其實我可以 roughly 以這裡為0 把這條線畫直線 畫直線 那在0.1fb的時候呢 另外一個就是0.1fb的時候呢 像f等於0.1fb的時候呢 0.1fb的話,這一項幾乎可以被1dominate 對不對 所以這個 roughly呢,大概會是等於20log1 20log1 那這等於0 所以0.1fb的時候其實是在這裡 0.1fb的時候上來它是0 所以我如果要畫這條線呢 其實我可以就這樣,就畫兩條直線而已 我畫這一條 到fb的地方為0db 然後之後呢,往這邊 每10倍呢,我下降20db 每10倍下降20db 所以這一條線呢 基本上是水平的嘛 這0db 這一條就是0db的線 0db的線 對不對 這一條呢 其實是-20db per per什麼 per一格 per一格 對不對 這一格呢 是10倍的frequency 這一格呢 是從fb到這邊 10倍 這個是10fb到100倍 所以這是一個logage 所以這per什麼呢 我們這名字叫perdecade decade decade decade就是十年 對不對 我們2010這個decade 就是 這是一個decade 所以這個是perdecade 就是-20db perdecade 這條線 有沒有問題 那actually呢 這裡呢 其實是有誤差的 因為真正的 我們知道呢 這條真正的線應該是這樣 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呢 真正的應該是有一個 三個db的誤差 就實際上呢 這裡是-3db 而不是0db actually呢 是白色這樣子 但是到這邊就沒有差了 準確度就沒有差 所以這個叫做baud plus baud這位先生發明的 baud plus baud plus 那句話就是說 你要畫一個field呢 你要畫一個field呢 這個是low path field 這是paud block b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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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呢 也不用去搞那麼複雜的東西 直接這樣 就好了 你只要知道fb 算數fb 然後畫一條線 畫一條線 這個就是 low path field 有沒有問題 好 那以後呢 我們還會 教你更好的field 你說這個field 可能不夠好 不夠好呢 為什麼不夠好呢 就是說 每個decade 下降二十db 可能我以後會看到另外一個field呢 黃色這個 每decade 下降四十db 可以說 就這樣 那黃色比這個sharp 這個field sharp 對不對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好的field 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叫baud plot 那baud plot 不是只有magnitude 你要畫這個角度呢 也很容易 角度呢 我們一樣可以來看這個角度 就是對於這個角度的baud plot 我們的frequency部分呢 還是一樣用logarism logarism呢 說這個是fb 這十個fb 這個是100fb 這樣 這是0.1 有問題 那這個角度呢 角度 在fb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過 fb的時候呢 我剛剛這個在哪裡 fb 你把這個看一下 當我fb的時候呢 你帶進去呢 這個 沒找 這裡可以猜一下 沒關係 好 我們在談角度的時候呢 對這個circuit的角度 h f呢 如果等於1加 jfb 所以咱角度呢 角度呢 當f等於fb的時候 f等於fb的時候 這個是 1嘛 所以這是45度 等於答案是-45度 這是-45度 當f呢 等於10倍fb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想像 10倍fb的時候呢 這個是一個 這個dominant 是不是 這就像dominant 所以是-90度 當f等於比較小 比如說f等於0.11fb的時候 0.1 0.1 你看這一項 不重要 對不對 這就是0度 所以fold plot 在畫這個的時候 也是一樣 就是說 我現在呢 如果fb這一點呢 我說這個是-45度 那10倍的時候呢 approachment 是-90度 所以10倍是在這裡 0.1倍的時候是0度 有沒有問題 再來呢 再來呢 就是小於0.1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0度 這是bolt plot 那actual的東西呢 也是一樣 它也是有誤差的 它微微有一點點誤差 有一點點誤差 有沒有問題 這是bolt plot 的東西 很簡單對不對 但是 如果這是low pass field 或是high pass field 會是什麼樣子 我們講過啦 idea的是這樣 idea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 這邊是frequency 這邊是 idea 就是高於某一個頻率 我才通過 對不對 那如果 我們這bolt plot 我這個東西是怎麼樣 bolt bolt plot bolt plot呢 也一樣 就是如果有一個field bolt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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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0dB,這邊就是一條直線 這邊就是一條直線,然後這邊就是-20dB per decade -20dB per decade,所以我們下降,換一下20dB per decade 兩點就可以連成一條線 所以兩點連成一條線呢 這個是0.1Fb,這一點應該是0.01Fb 所以這個是-20dB,這個是-40dB 這是High Pass Build 有沒有問題? 那什麼是High Pass Build? 在影片裡面有,對不對?我們講過了 RC,CR,LR,RL 分別可以取出不同的 相同的呢,這個線是-20dB per decade 那如果一個比較Sharp的,這邊是一樣 但是我是-40dB per decade 這是一個比較Sharp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這種東西呢 這個白色這一條呢,其實是First Order 這是Video 6.2Fb,對不對? 這是First Order Build 那綠色這一條呢,我們可以 未來要講Second Order The High Pass Build 設計的時候可以得到比較Sharp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是Bolt Cloud Bolt Cloud 所以再講一下,我們今天講什麼 我看我有沒有漏掉哪個部分 我今天講的呢,是6.3跟6.4 這兩個section 我去review一下 6.3 6.4 6.5其實我在video裡面有cover到 個人家6.4 6.4 他這有沒有問題 蛤? 蛤? 我們的人生都是field 因為field 會讓你知道什麼是重要,什麼不重要 你不想聽就把它recheck掉 對不對? 蛤? 你不care,就recheck掉 你有care,就是pass過去 所以每一個人的band不一樣 所以每一個人的band不一樣 每一個人的angle不一樣 每一個人的response不一樣 所以build是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在選擇 這個要在後半部講完 就是我們再來會講band pass build 你在看你的收音機 你的收音機什麼意思? 你的收音機說 我不曉得你是聽哪一個電台 FM FM新竹也許有20個電台都給你了 對不對? 訊號你都收到 20個電台 所以你的天線呢 你這個天線呢 進來呢 即使是有各家的東西全部進來 全部進來 那這個進來有多少 你說什麼 100.1 什麼是100.1 這是ICRT 對不對? 我聽的 還有什麼 97.5 這是IC之音 對不對? 我也不曉得還有一些賣藥 還有什麼 96.7 這是專門在幫 桃園現場廣告的 等等 這是Mega赫子 Mega Mega赫子 對不對? 很多東西都進來 很多東西都進來 你說我今天要聽這個 出來呢 其實就是一個band pass build 這個band pass build 你就要選某一個訊號出來 其他你就把它reject掉 其他你就把它reject掉 但是你這個band pass field 你要設定 所以你會有一個設定的東西 所以你要怎麼設定 設定這個不同的參數 那我們知道這個band呢 其實是由這個R跟C跟L來決定 是不是? 所以RLC的決定呢 我就可以來決定讓什麼訊號出來 所以這個band pass field 是一個tunable的band pass field 它是一個tunable 你可調的band pass field 我可以調它 我可以調它 調了以後我就只聽到 我只取到100.1的 其他我就聽不到 其他人都擋在這邊 其他人都把它衰減掉 其他人都衰減掉 這是field 所以field很重要 對不對 那不只收音機啊 如果你的iPhone 或是你的宏達電 或是你的什麼手機拿出來 這個東西出來 就不是這個東西 你的range呢 不是在100點多少 是幾個GHz GSM呢 是900,1800 對不對 GSM的時候 900Mega 或是1800Mega 那這個又分很細啊 因為我的頻率 跟你的頻率不一樣 也是要 取出你的頻率 別人的頻率 你就不要 WiFi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手機 WiFi WiFi WiFi呢 是多少 5.5 我也不知道 5.4GHz 就是Ghz 都一樣的原理 都一樣的 那再下來下一代 我們現在重視了 我們現在在研討會討論的 是120GHz 我們現在要學 誒 這120GHz next generation communication 的東西 那未來還有Terahertz Teraher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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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ga在上面是Tera 對不對 就是乘以1000倍 就是1000Ghz 那叫Terahertz 都一樣 不管怎麼樣 但是精密度的問題 精密度的問題 你的東西做的效 是不是夠效 你不能脫離代血 那還有就是EnergyEquation 所以這很重要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事情是這個 接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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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明天2 5月9號 禮拜三 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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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禮拜一應該可以把第六章講完 講完之後我先跟你Review一下4、5點 但是因為我們有V9 我希望你能夠好好Review一下 那5秒的時間點Mock下來 這個是學校規定的期末考週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蛤 有沒有問題 我們都有Video給你Review 趕快回去Review 好不好 如果你有難聽不懂 你可以問老師 或是可以Review 你要跟上 不然的話再往下講 你又不懂 對不對 反正你又不懂 那 我又不曉得為什麼這樣 那你越來越 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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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